今天有一位学佛的朋友跟我聊天 说很多人得新冠病毒生病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以前有过杀生 就是杀害了动物 杀害了其他生命 杀生了之后呢 导致坏的业 坏的果报 所以才导致他们得新冠 生病甚至死亡 那么这个理论呢 佛教一直就是这样的 只有这种理论 但是我觉得问题就是 他没有找到证据 包括这么长的时间 两千多年来 也没有一个证据 证明这个业的存在 那有的人说 又说你找不到证据 不能等于说它就是不存在 他说有些东西没有证据 它就是存在 就是会有用 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 如果没有证据 不代表不起作用 对吧 它是原话是这样讲的 没有证据 不代表没有不起作用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也可以这样讲 没有证据 不代表不起作用 那我也可以说 我现在的手上 有一只 神奇的小恐龙 但是你看不见它 我也没有证据 能证明它 但是我说它就是有 我手上就是有一只小恐龙在 没有证据 不代表不起作用 我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如果不讲证据的话 那很多事情就没法说了 你随便什么说都可以 我也可以说 人为什么会生病 人为什么会死呢 是因为在天上 有个生死本 生死簿 有个本子 这个本子呢 有八十亿页 有八十亿张纸 八十亿张纸 这个纸 每张纸上面都写了 每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呢上面 然后呢 有一只小猴子 天上有只猴子 这个猴子呢 有八十亿只手 然后每只手拿了一只笔 有八十亿只笔 然后呢 这个小猴子呢 喝醉酒了 喝醉酒了 在那里 胡乱画 他的这个 手上的这个笔呢 画到谁的名字 这一页上面 一画一下 这个人就可能就生病 一画一下 那个人 那个人就可能就死亡 所以说呢 咱们的命运呢 都是由这个 天上的小猴子 在 画那个生死本 有八十亿 张纸 上面都是 每个人 每张纸上都写了 每个人的名字 滑到你 就算你倒霉 你就要生病 你就要死 可不可以这样讲呢 也可以这样讲 有的人说 那天上你这猴子 我坐飞机上去 我没有看到有猴子 他说 你看不到这个猴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处在一个高危空间里面的 你们是看不见的 因为 你不要求讲证据的话 我也可以说 你们的命运 都是由这个喝醉酒的小猴子 长了八十亿只手 在那里 忽然化造成的 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讲 那我也可以讲 你们的命运 是什么造成的呢 因为在天上 有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里面 有八十亿只 毛毛虫 每只 每只毛毛虫呢 就对应着 你们 你们每个地球上 每个人的生命 然后这个天上呢 还有 八十亿只 小鸡 这八十亿只小鸡呢 在捉 吃这个八十亿只毛毛虫 哪个毛毛虫 被这个小鸡吃掉去了 就死掉了 被它啄一口 就说明你受伤了 或者生病了 对吧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讲 反正你不要求证据 不要求证据的话 随我怎么说都行 对不对 我说 你说天上的这个 这个小鸡和八十亿只 毛毛虫 你们都是看不见的 它们是用暗物质组成的 所以你们都看不见 它们是暗能量组成的 所以你们都看不见 然后这个毛毛虫 一旦被这个小鸡吃了 你在地球上的生命 也就结束了 我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你不要求证据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也可以说 你们的命运和你们的健康 你们的生命 是由八十亿只蜡烛决定的 在这个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 有八十亿只根蜡烛 每一根蜡烛上面都有火 哪一天 这个每一根蜡烛都代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某一天 这个蜡烛的火熄灭了 就代表你这个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你不要求证据 那么你这个人生病了 为什么人会生病呢 因为有一阵风吹过来 把你这个蜡烛的火苗给吹了小了 或者吹歪了 所以你生病了 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这样讲 不要求证据嘛 不要求证据 怎么讲都能说得圆 对不对 不要求证据 怎么讲都能说得圆 有人说 你生病是因为你杀生 那我也可以反过来讲 我可以反过来讲 我怎么讲呢 我说 你杀掉了一个生命 比如说有一只牛 这个牛的寿命是十岁 你在这个牛三岁的时候 把这个牛给杀了 那么十减三 等于七 那么他这个七年的寿命呢 就加到你的身上来了 意思你牛杀的越多 你寿命就越长 可不可以这样讲 你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话 随你怎么讲都可以 对吧 不要求证据 就没有办法讲科学 没有办法讲科学 刚刚就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不要求证据 那么你随你怎么讲 随你怎么编故事都可以 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能够被证明 能够起作用 我们能够利用它 比如电磁波 电磁波看不见 但是电磁波我们手机 手机就会利用这个电磁波 通信 可以证明它的大小 它的方向 它的相位 电磁也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去测量 电磁 电压 电阻 这些东西都可以测量 对吧 看不见的东西多了 引力波 引力波也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以证明 可以牛顿 写出这个引力的公式 可以去计算 对不对 看不见的东西多了 我们的DNA 我们也看不见 我们要接触显微镜 我们才看不见 但是 在人类的这DNA 被发明 被发现之前 人类是怎么解决 解释这个遗传的呢 为什么 这个爸爸生起的儿子 儿子像爸爸 小孩都像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为什么呢 这个 为什么黑人生出来的孩子 还是黑人 白人生出来的孩子 还是白人呢 这是怎么解释呢 在人类发现基因 发现DNA之前 是没办法解释 大家也是各说一套 你说这一套 我说那一套 因为大家都没有证据 那直到 发现了蓝色体 发现了DNA 发现了基因 原来是这个东西决定的 那么包括 你如果说 我们这个生老病死 按照佛教说法 是由业理决定的 那你这个业理 也是可以证明的 凡是对现实世界 有作用的东西 就一定是可以被证明的 不管这个东西是电流 还是电磁波 还是DNA 还是基因 还是引力波 还是万有引力 还是什么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 对现实世界 能产生作用 它就一定能够被证明 一定能够被证明 物理学里面很多东西 都是看不见的 黑洞也看不见 不也被证明出来了吗 可以通过观察 可以通过理论来推导 对吧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 看不见 而且也没办法被证明 那这个随你怎么说 随你瞎编故事 反正没办法被证明的东西 随便你怎么瞎编 都可以啊 你说是天上小猴子决定的 你说是蜡烛决定的 你说是个生死本决定的 都可以 这就没法说了 所以在佛教里面 讲这个万事万物 我们的命运 都是由业组成的 业呢 为什么会有业呢 业它是有一个业力 业力 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产生坏的业力 业力加到你这个头上 将来就会有坏的这个果报 暴影 就是说 做好事都好报 做坏事都坏报 他说就是业力 这个世界上 你说物理学里面 有电磁力 万有引力 强和力 弱和力 这么多的力 也都是看不见的 科学家不都证明出来了吗 这些电磁力 万有引力可以证明 为什么业力就不能证明呢 你应该可以证明 可以计量 它是大小是多少 做什么事情 杀是一只小蚂蚁 产生的业力是多少 杀是一只苍蝇 产生的业力是多少 这个业存储在什么地方 它是大小是多少 原来有多少 改变了之后 又增加了多少 又减少了多少 要有东西可以证明 要有东西可以推倒 否则的话 这个就跟你下边一个故事一样 谁都没办法去证明它 真或者假 今天就谈一下这个体会 就是说 凡事只要是对现实世界 对人产生实际作用的这种力 不管这个力是看得见的力 还是看不见的力 都要能够被证明 如果没有办法被证明 那跟我刚刚的随便编的故事 胡说的那些 瞎说的那些故事 不是没什么区别的吗 对不对 看得比人产生实际社会